这菜盆里的堆肥土长出了不知名的小幼苗 那这其他的这个盆土里头 我已经把很多的小幼苗都植入了 所以呢这一季呢我们又会有新的蔬菜 豆类这是原粉豆还有番茄 番茄就是从刚才那个小植株我发现的 是它长出来了 然后植乳已经长的这样子的 有这个很像桃太郎的跟牛番茄 原意想活家爱妈Candy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一盆一盆的菜盆 如果让这个土壤修养生息 然后做了简单的堆肥 你就会种出非常美妙的 像这个豆子呢去播种了以后 一个礼拜左右它就长出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啊 如何在这个盆栽里头呢 可以是轮种的啊 像这样子的蔬菜呢 我已经种了大概超过三个月了 那么现在已经摘过好几次 像这个菊菊呢 它是可以一直剥叶吃 那吃了两三个月以后呢 其实它就慢慢的变比较老了 我们就可以整个采收下来 来享用啊 那这个整个采收下来 以后的这一个小小的空地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啊 如何快速的来种植啊 那我把这些杂草拔掉啊 包括这里含有一重的这个鹿桥 鹿桥我们也拔掉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翻土 我刚才就有说过土壤修养的升级呢 也就是说我在冬天种完的那一批的时候呢 在这个盆土里头也就有堆肥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挖松了以后 然后把土挖起来以后 我把这个堆肥土呢混进来 就是腐收的堆肥土放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做种植了 也就是这样子非常快速的 然后喷上我们的酵素椅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豆子苗呢 移植到这一个盆土里头来种植了 所以这个盆土呢 其实呢它是可以很快速的轮种不同的蔬菜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 蔬菜采摘起来就可以种豆子啊 这就是非常快速的种植方法 然后我们再把鹿桥给种回去啊 然后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局聚呢 我们再一次的把它种回去啊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 这一个盆子的另外一头呢 我们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啊 就是之前 土壤修养生息的时间呢 做了堆肥 我们就把它再一次的疏松开来 然后也是一样同样放的 我们俯熟的这个堆肥土 然后就可以种上我们的豆子了哦 这个豆子呢很快速了 大概十天左右我们就看得到 它已经长出了这个叶片 好几片的叶片哦 你看看有三株 我们总共有三株这个圆粉豆啊 那这个就是我很简单的架上一个支架 就让这三株呢就往上爬哦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看得到豆子已经东通都顺利的往上爬了 这就是我们立支架呢 可以非常简单哦 然后可以让这个豆子呢 快速的往上爬 只要阳光足了 然后通风了 这样子的豆子呢 就结满了花苞哦 就结满了花苞 然后这样子的花苞呢 就会开始长出生生不息的这些豆子啦 你看看 一串又一串又一串 这个继续的往上爬哦 记得我们在去年的秋冬 其实也是种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种 所以你只要让这个泥土 让这个土壤啊 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也就是我大概去年的12月 把这个原粉豆整个拔掉 然后做了堆肥土 今年呢 就可以再种植了哦 一样长得非常的茂盛 所以啊 这个要让这种蔬菜啊 蔬果啊 可以种得好呢 这个堆肥啊 的时间呢 就是让这个土壤啊 也算是一种休养生息 然后让它变得越来越丰富啊 那么就可以种出非常美妙的 这些蔬菜水果花卉啦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喜欢我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按赞并分享 请记得订阅按赞并分享